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狼人全部出局集获的胜利 其中神明拥有各自不同的技能 欢迎来到狼人游戏 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各位来确认身份 一号董仲 二号DC 三号毕游侠 四号雪岩 五号2009 六号老鼠 七号Lilies 八号JY 九号PDD 十号Mint 十一号邵帮主 十二号COME 感觉背景背影里想起来很好 十二位玩家都已确认身份 天黑请闭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确认目标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作为游戏中的神明 在每局游戏中分别持有毒药和解药各一品 可以在夜晚选择毒死或解救任意角色一次 毒药和解药可以同时使用 女巫昨夜死的是她 请问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做游戏中的另外一名神明 将会在女巫闭眼后睁眼 她拥有每个夜晚阶段 可以知道一名玩家的身份的能力 预言家请睁人 预言家 你昨夜睁的人是这个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十号玩家被猎杀 下面我们先进行警长公投 根票不算 五位玩家进行警长竞选 我们先从十二号玩家开始发言 预言家 昨天晚上验了十号 然后十号是一个好身份 但是他死他已经死了 预言家带下工作 明天晚上的话 我会先查 六号先查六号先查六号 如果六号是个好人的话 我死了的话 我就把警惠给他 过 预言家 十号你验个尸体 你有什么意义吗 你挑 你就是狼人 你挑 你也得挑一个合适的验 你验个尸体 对不对 你连唯一可以相信你的一票都没有了 你说你可信吗 你不可信 我验的六号 因为六号我认为一定会跳起来做预言家 我是一样预言家 所以我验六号 我先看看六号是不是好人 那六号这次没举手 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我验的是你 你是一个精水 是个好身份 对吧 十号死 我本来怀疑的也是你圈的人杀了你 还有可能是PTD杀你 你们俩仇分值比较高 对吧 但是我下一轮的话 我偏向验JY和PTD 二验一 然后验到好人的话 给好人 验到查杀的话 我给六号 就是八九就肯定是有 应该理论来说 因为第一轮是死人的 所以理论来说 我能活两轮 我就是验八九嘛 我觉得莫之魏可能是有狼的 然后 KOM是肯定不是好人的 要不然他不会抢过来 抢过来以后还要抱验人 装得这么像 我不信 一个平民身份 或者是一个 你叫什么身份 那个神的身份 别其他神的身份 会是这样发言的 那KOM一定是一只狼 我认为 六号 没有竞选 那场上后面的人 我都不知道身份了 所以六号 你要记住 我是验过你的 我是预言家 后面的人在跳 我觉得没有什么幸福度 KOM这种验尸体的 你们自己考虑 过 你来不来就是 我就有可能成杀手了 你也要来聊我 你是个预言家 你别乱丢水包呀 我 我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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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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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让他们两个在PK发言一下 过 逻辑 你的发言有丝毫逻辑可言吗 我根本感受不到任何逻辑可言 康姆首先第一个 他这个认的预言家 他这种半认不认 想认不想认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他说验条师就随便说一说 你就还当真了 还说他就是想当警长 他就是为了预言家 因为第一轮 因为在竞选警长的时候 认预言家是最容易 最可能去获得警长的 假如后面没人认 我就警长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他这个认警长 我不觉得是 不认预言家 不可能是预言家 就他是什么什么都有可能 但他绝对不是预言家 而你DC老师 作为什么也不可能 感受不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 12号是什么 但是2号是个狼 是100%确定的事情 就从他的刚才发言的逻辑性 就根本接不到一起 少帮主的发言 就少帮主如果是狼想汗跳发言 能发成这样 这不是在逗我的吗 少帮主说话 只有说真话的时候 能说成这样 而你也只有在说假话的时候 会强调语气 分一二三四 因为真话是不需要强调语气的 经过了这么多总结 其他我不确定 你还想当警长 谁当警长 你都不能当警长 我可以当警长 因为我是个神 神迪神以上 重点来了 我可以当警长 但是我更倾向于 11号去当警长 因为我相信11号 我相信他的预言家身份 是坐实的 是真的 我相信12号 我们可以这样看 如果12号投11 12号不能投 这一样不能投 算了算了 要么11号 要么1号 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神不是神级神以上 就是神和以上 没别的了 反正 11号和我都行 我先投11吧 我偏向于投11 过 警长公投几段 6号老鼠和7号Lilith 明显都相信了 11号少帮主的发言 但是 狼人怎么能让一个 真正的预言家 拿到警长呢 所以5号2009 8号JY 以及9号PDD 共同上票给了DC 此时的DC是一个 处于风口浪尖的人 因为同时有两位 或两位以上的 非狼人玩家 与他有所冲突 而这样的场面 也是狼人阵营 最想看到的场面 反正我觉得 我画面肯定有狼 要不然我这么可爱 怎么会被手杀吗 好讨厌 过 从警长狗手边开始发言 我这么可爱 警长决定发言 警左发言 现在都是固定警左发言 警左发言 我先说一下 刚刚为什么我要投DC一票 因为我认为 他的逻辑是可靠的 虽然COME这个人不可靠 在我的印象中 COME这个人不可靠 特别是他发言之前 他特意还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证明他还是比较心虚的 但是 我的逻辑 确实是跟DC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说 预言家跳出来肯定是要拉人的 不管他如果是狼人 汉跳预言家 他也是要拉人入伙的 而很明显 从投票中一个看得出来 少帮主那一票金水 确实拉到了 当时投少帮主的票是六七 对吧 六号也给到少帮主票了 希望支持他成为警长 那证明他这票拉到了 预言家给死人金水 就是他这样的这个死人 确实是个金水 他不幸死了 毫无疑问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当然可能COME是乱说的 但逻辑是说得通的 所以我觉得DC当警长 可能更好一点 而大师那个话 明显就是为自己 做警长做个铺垫 那个话就不要听了 在我看来 他身份都快明记明以下了 在我看 那下一位 我觉得在我看来 十一 十二号 两个人身份 还是存有怀疑的 我是一个什么身份 都没有的一个平民 对吧 但是就他们两个人 说话是 十一号是给了 六号发金水 六号 七号却上 十一号一票 但是DC老师的话 可能更有幸福力 十二号 COME跳出来 做一个预言家 我觉得他验了一个死人 在我看来 他可信度真的 并不是特别高 我更倾向于这一轮 十一号 十二号 出一个吧 或者他们俩PK一下 我再听一下 看他们一样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他人的话 暂时没有什么线索 我是一个平民 过 我这轮不是一个平民了 我这轮是一个女巫 刚才为什么 给DC老师票呢 因为在经过 今天一天的游戏过程中 我发现 确实规则有点困难 对吧 像我们这样的 这个曾经认为自己是实力选手的人 觉得现在其实要抱一下大腿了 那并不是说 通过DC老师的发言 就一定判断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我觉得 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他刚才有提到 十二号是假的预言家的话 他不可能说是 把身份给 一个死了的人 我觉得这一条深深地说服了我 我觉得这一条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站在DC老师这边 那么DC老师已经发过言了 我这边是一个女巫 接下去 节奏也非常的容易 那这一轮接下去 我会比较想听 十一号和十二号的发言 因为这两个也是刚才竞选警长的人 我比较想知道 到底这个 后面会有一些什么的新说词 过了 我是一个平民 平常我拿着什么身份 只要拿的是好人牌 拿的是个神 我都会举手的 哪怕我拿的是个狼 我都会举手 因为我知道狼一定要在警票上抢下位置 但是这次我没有举手 那也说明我的身份 非常的低微 但是我真的 但是我肯定不是个狼 我有可能是个神 但是我有可能不想告诉你们 我现在呢怎么说呢 我比较就是少帮主那边的 说因为我不太看好 那什么靠美眉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讲话特别不诚恳 就是微微缩缩的 就是 就是说 就说一句最简单的 你拿到预言家 你连自信跳预言家的勇气都没有 那你凭什么在这竞争呢 就算你是个真的预言家 你也得被我踩下去 在这里 我虽然跟十一号不站队 但是我无条件踩十二号 我这一盘是一个有身份的盘 然后我死了也能带走人 但是刚才有人穿了我的衣服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 然后 我暂时还是相信十一号 他当警长的那些发言 然后相信他给的金水 然后 再暂时观望一下吧 过 这轮发言 出了好多身份 五号 五号是女巫 然后七号是恋人 那九号 刚才穿连衣服 但是九号也可能 第一波就随便玩一下 可能九号 我不知道九号是什么身份 要听九号说一下 就我也投给了二号 我觉得二号的 这个 其实我倒不是说二号说的 我觉得十一和十二上来挑原家 反正我觉得我要是玩这个游戏 我要是拿原家 我不会太早跳出来 因为太早跳出来会 如果你要真是原家 太早跳出来的话 去是对于 对于 明显就给狼人杀的 这都听那个十一号发言了 十二号那个发言明显就是 为了抢警长胡说八道的感觉 最后因为我这边是相信警长的 所以这一轮听警长归票 跟着警长这边 但是十一号 既然说是原家 十一号把自己言顺一下 什么的都交给听住一下 听到十一号怎么说吧 过 我这出门呢 确实是把衣服穿错了 这个位置 我一般都会把衣服穿错 但我也没披狼皮啊 这个 九十你说你是女巫 我觉得我就不能忍了呀 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两个人 肯定是有一个要出事的 我是一个女巫 我是一个女巫 然后呢 其实刚刚听了那么多啊 像第一轮的发言 我是比较赞同DC老师的 因为十二号 如果她真 她是一个预言家的话 她有可能就是抱尸体 因为尸体死到之后 还是有遗言的嘛 她抱尸体 我觉得她的 说话的诚实度 可能也更高一点 但十一号的话 确实没那么容易相信 因为你十一号 你随便给个人 狼同伴或者谁谁谁之类的 你怎么发 怎么都是精髓 你发的一定是对的 所以十一号的嫌疑 我觉得是肯定比十二号大的 既然这轮只聊到 十一号跟十二号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的话 我是会把票上给十一号的 然后最后怎么上的话 还是要听警长的 听DC老师的 然后九十的话 你肯定今晚也是要走的 过 我是警长 我刚才也给了十二号 退选的机会 但他并没有把握 那我这一票 今天我是干死十二号 因为我跟JV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跳出来 因为第一个人穿我衣服了 我当然要跳出来啊 我当然扒他衣服了干去 所以十二号今天这票 我会继续上你 那刚才认同我的和不认同我的呢 我也都听到了 那基本上是二号和三号 还有九号不认同我 他们觉得十二号的肯定度高一点 然后四号六号七号和八号 相对可能偏向我一点点 这是刚才我听下来的 那可以这么说就是 我认为就是十二号团队比较明显 因为那边是超过 就已经一号是开始在台上就认同我的 一四六七八 一共是五个人认同我 那我是一个匪徒的话 我把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狼人的话 我有三个同伴 那另外几个人为什么也要认同我 他们真的那么鱼吗 我觉得并不是 在座的都是高手 那为什么支持十二号的只有二三九呢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团伙 这是我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票型 就是说都表述了要上谁票嘛 对吧 所以二三九我认为支持十二 那我在我眼里十二不自己退衣服 他如果他就不是闹着玩 不是闹着玩 他就一定是虚一匹狼 所以这一票我玩命要上给狼 我昨天晚上验的就是六号 我验六号我凭什么要不说六号呢 所以我没有理由不说 对吧 这是我为什么要说六号的原因 那他验尸体 如果我验了个尸体 我就不说话了 我去验家的话 跳出来干嘛 什么信息都没有 你别的你又发不动 对不对 你别的发精水你发得动吗 你知道谁是精水吗 你不知道 我至少知道六号是精水 所以我发得动六号 你发个尸体是精水 对你来说有任何意义吗 你第一个跳 你说话你就跳了 你好歹听听后面有没有人跳 所以我认为 他的发言和跳的动机是不可行的 你第一个跳 你什么都没验到 验个尸体 我要去验家 我是绝对不会跳 我跳来干嘛 我当废茶用 别人都晚上不一定救我的 因为我什么验人都没有 过 我上十二号 首先你的逻辑 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预言家 抢锦辉的目的是 一个交代一个锦辉流 而并不是告诉 我有没有验到人 或者我验到了狼人 我抢锦辉的目的是 一个锦辉流 其次你说的一点就是 迪斯老师刚才已经说过了 狼人是永远不可能发作精水的 这是你逻辑的两大错误点 那么支持你的人 为什么我一开始 先不讨论我们俩随时远家的真假的问题 那么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一号无条件支持你 他为什么无条件支持你 二号支持我 但他并没有说 他只是说我的逻辑好像想通一点 而一号是我无条件支持你 晚上我看见你 你就是我的同伴 我无条件支持你 一号是不是这么说发言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管 不管是 我相信就像是9号在这个台上 他也不过退水 对不对 这是你逻辑的两大错误点 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抛开这一点 我现在抛开这一点 我不要处理 我不处理 但是我觉得这一局可以出一下 无条件支持11号的1号 那么支持11号的人是哪些 1号 6号 7号 7号说他是猎人 而且并没有人敢惹他 是吧 6号 我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接金水 而且即将要被验到的人 那么1号为什么要无条件支持呢 1号为什么要无条件支持呢 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 今天可以处理 对不对 我这张牌 我这张牌是一张好人牌 我现在选择 我现在选择退下来 我刚才为什么不退下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的团队太强大了 为什么这些人要无条件支持他 那这些人是不是有问题呢 你又看不见他 对不对 你往前看见他 那你可以无条件支持他 逻辑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刚才那两点 一个是DC说的逻辑 一个是我说的逻辑 紧回来的运用是怎么样运用 对不对 那1号你凭什么无条件支持他 所以我想听一下你1号 怎么说 而我这个地方 我退水 我不是预言家 但是我是一张好身份 我并没有踩 我并没有踩11号 如果我是一匹狼的话 我现在一定会踩11号 让11号出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过 我是不是说你12号身份不好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12号身份特别不好 我就说你随便认认 千万别跟DC老师 你们这群愚蠢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谁啊 但是3458上 就大家看投票就知道 3458投到2号 2号是只狼 你们知道吗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3458 5号肯定是狼 5号是女巫 后面还有人女巫 他两个女巫的话 他肯定是假女巫的 所以说这个5号肯定是只狼 5号就没做错 他做的支持什么 说DC老师逻辑 坦然非常正确 无比 这5号我可以接受 但是348里面 也说同样的话 两个是他的狼同伴 必然有一个是 愚蠢的 不知道什么人 我不知道是神啊 还是平民 但是是好人 反正也说过 DC老师逻辑 非常非常正确 我非常非常支持你 你们现在让一个狼 拿了警徽 你们知道吗 前面所有人说的话 都没有用的 你们让一个狼 拿了警徽 DC老师开心得不得了 11号到现在 还是认剧院家的 你知道吗 11号是不是愚蠢家 你们想想 12号不认 12号我从来都没想理 12号 12号聊什么呢 只有最后我这个平民 我能感受到11号 我跟11号抱传 你们说抱传投票 投票哪有票啊 谁支持11号 7号6号我 7号是被说服的 7号什么身份 7号自己也知道 那7号你是不是狼 你自己知道 6号你是不是狼 你自己知道 你们两个要 里面有一个不是狼 那我们 我们如果是狼的话 我们就少人 你知道吗 所以说11号肯定是愚蠢家呀 就6号7号 你们两个都知道 你们知道自己是不是狼 你就知道 你们只要有一个人 就你们每个人觉得 我不是狼 那狼的数量就不够啊 因为如果你们 其中一个不是狼的话 如果 如果他是狼的话 那投票就肯定超过5票 就超过 更多的人支持啊 所以说 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DG老师是个狼啊 但是他就一定要认个人 之后 之后把警惠拿到 之后 认个平民 把警惠拿到 你们也能给 我真是服了 其实说到底 最重要最重要原因 为什么11号没有当选 不是说 说是 谁尽力了 或者没尽力了 而是 大部分的神和 和好 就是人吧 就是好人们吧 都在选择 都在选择面前 不想选择不想背锅 就放弃投票 让 狼而其心 得到了最后的 关键的警长 不就这么简单吗 DG老师现在高兴 高高兴兴的 高高兴兴的 高兴得不得了 你们知道 现在这轮狼有几票吗 狼这轮 我跟你说 站在那里就有五票 就站在这里就有五票 就要DG老师 加另外三个狼 只要有一个人信 就是六票 每一个人信 就只有所有人都不信 他才有可能 他才有可能的 但是我不太相信 我有可能说服 所有的神和其他的平民 来相信我 把DG老师投掉 但是这是唯一一个 有可能赢的办法 对于好人来讲 反正我的话呢 也就说到这里了 DG老师最后 可能也要长篇大论 但其实基本没意 因为和同意 他前面的人是一样的 so that's so 过 好 首先他一号 还是很坦然地告诉我 他确实是条狼 在12号发言之前 我其实在11号发言结束之后 在12号发言之前 我本来还是坚信 11号是狼的 因为我认为 11号的发言非常的差 但是12号退水了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算是 无限做好11号的身份 为什么说11号的身份 发言差 首先他说 我们12号的狼同伴是谁 有我2号 有那个上票的9号 发言 12号的9号 9号在警上是怎么发言的 9号PTD说 我其实是猎人 我相信11号 对吧 我还批评了他 我说他的发言根本不做数 他是在投完票 发完言之后 认为你的形象不好 这是9号在前面警上 并没有站队12号 在警下 否定你身份 你去反咬他 让你的形象非常的差 然后我在警上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两个人 愿员家最跳 12号 验来的尸体 不足以否认 他是愿员家的真实身份 11号依然存在 是愿员家的可能性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我先拿了这个 保底的警长 为好人做事 我如果跟12号是团队 我就学1号了 这么耿直的 11号肯定是愿员家 上11号的票 在警上自己举了手 发言 你还要上11号的票 你是竞选选手 你都要上票 你这个迫切之杀的野心 也太蓬勃了 但是鉴于12号退水了 11号我这人 肯定不能去碰他 还存在一个可能性呢 就前面还有人 有愿员家吗 8号唯一是提了一个 如果我是愿员家 我不愿意那么急着跳 那我们跟大家说 玩狼人杀这个游戏 你如果是真的愿员家 抢警徽 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警徽 留的作用打出来 比如说女巫 还有解药 我今天验一个人 狼人刀我 我可以女巫救我 我明天再验一个人 狼人刀我 我死了 我警徽 警徽是否飞给这个人 就足以证明 他的身份是好还是坏 我能验三个人 对吧 我能验三个人 然后猎人的衣服 是没人敢穿的 7号跳猎人 谁敢拍他 9号马上跪下认错 说我1号 打比比的 对吧 所以4个好人出来了 4个好人出来了 这个场面上 难道不好打吗 这就是为什么 预员家一定要尽可能地 去抢警徽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来说一下 11号的问题 不管他 你不是说6号 是你的精神吗 OK 6号我不胖 对吧 7号认猎人 好成分 没有猎人打他 或者猎人互殴 那是猎人的事情 5号 9神和9号PTD 都认识女巫 对吧 你不是认平民吗 我告诉你 我就是神 对吧 你晚上拿刀来试 看我是不是神 这一轮出1号 对吧 明天你再验 你可以验我 你可以验别的人 晚上5号跟9号 我看你们谁死 对吧 我看你们谁死 很简单吧 这你们不是都是女巫吗 总得死一个吧 你如果是刀了我 我觉得没必要救 对吧 你如果看到我吃刀了 没必要救 你就该读谁读谁 对吧 刀了11号你想一下 我觉得刀了11号 可以想一下 刀了11号不救 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6号一定是好的 但我理解是这样的 11号可救可不救 女巫你自己看心情 因为女巫 一晚上只能用一种药 好吧 这是我这一轮的 一个发言和判断 本轮我归票1号 对吧 他在这个点 你在井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你是一场神盘 到了这儿 发现一圈下来了 你认不成神了 我是个平民 DC其实是个狼 他还在警长 你们完了 危言耸听 对不起 我是一场神盘 这一轮出1号 过 发言结束 第一天的投票结果 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 1号董大师 几乎被全票出去 真正的女巫 就这样倒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Seriously 只有两个可能性 如果DC老师是狼的话呢 就是平民好人很愚蠢 如果DC老师不是狼的话呢 只能说明DC老师很愚蠢 那只能证明这两种 either way 就是这两种方法 必然有一种是对的 就是说 因为我是一个神 而且我还是很重要一个神 你们高兴去吧 我还是那个非常非常厉害 我是女巫 因为09 这个晚上我半夜弄死 他就完了 我认什么神呢 我就不需要去认神 去把他弄死 因为我是一个神 所以没有什么办法 我相信11号 也是一个神 DC老师如果是狼呢 没办法 这个 没办法 他能拉到八票 说明跟他票的人 除了他狼同伴以外 都很愚蠢 如果DC老师不是狼呢 好吧就这些了 好人出了 随便吧 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事 因为我没法改变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确认目标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昨夜死的是她 请问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欲言家请睁眼 欲言家请验人 欲言家 你昨夜验的人 是这个 欲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11号 少帮主被猎杀 没有一言 下面我们进入全体发言 现在有两个人 穿着女巫的衣服 这两个人都没死 那证明这推走的狼大师 可能真的是个女巫 要不然不存在 不用毒的情况 我觉得理论上来讲 我们已经贵了 大家看着办吧 这个局势已经很明显 已经很明显 就是说 女巫肯定是死的 否则女巫毒药 没必要用 所以女巫死了 那当夜死的人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女巫不能自救 11号是女巫 女巫死了 对吧 所以她 但是她没有理由 不把毒用出来 她怎么样都会把 5号 9号其中一个代表 就是认识女巫 肯定是被推死 过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平民 现在我也分不清楚 场上的形势 我还是提我们警长的吧 警长说 这一轮我们出谁 我们就出谁 但是我觉得 6号 7号 既然是给的精水 但11号死了 11号给的是6号精水 11号死了 那我故意相信 6号肯定是一个好人 6号身份不用怀疑 12号的话 我再听一下吧 过 我现在有点觉得 我们这局可能是要输了 因为1号 1号有可能 真的是好人出去的 然后最后 这死的肯定 不可能这个时候玩 狼人自刀的 死的这个人 是坐实预言家身份出去的 但是女巫为什么没救她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9号PTT好好说一下 你跳女巫的 为什么不救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 然后这个 哎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你还算是乱 哈哈哈哈 你说呀 你说呀 然后这个2号 我觉得其实有问题了 哈哈 2号2号有点问题 2号 2号这个 我们今天好好听一下 他发言 这个警长是有问题的 过了 其实 其实我是个预言家 那个11号 这别看得我笑 11号是我验过的好人 但是他今天晚上 替我挡到了死了 昨天晚上我验的是DC DC是皮狼 我们今天必须得全力把这个警卫撕掉 必须得把他警卫撕掉 就是说你们 我希望你们做名的 看着点 别再套运名了 DC是皮狼 把他警卫撕掉 必须得撕掉 不撕就没法完了 跟着我的节奏走 过 那个 就在史诗5号跳的自己是女巫 不是 先这样的 9号说他是猎人 然后我说我是猎人 他就说他自己是女巫 然后他说自己是女巫之后 5号又说自己是女巫 结果他们两个谁也没死 然后1号承认他自己是女巫 然后5号 我没听懂5号前面的什么 是什么逻辑 但是他意思就是2号很可疑 想要投2号 然后6号突然出来说 自己是医院家 也要投2号 我觉得反正这两个人挺可疑的 然后考虑票走 主要是听警长 反正看归票吧 过 7号来你们还要听警长 这肯定警场有问题的 那1号走的时候的遗言 多明显自己就是个女巫了 那5号 9号晚上谁都没死 说明肯定他们俩都不是女巫 那肯定1号就是女巫 1号死保的11号 11号为什么死了 因为真的女巫已经死了 真的女巫已经死了 那11号做死冤家了 那反观 那2号肯定是个狼啊 那这轮不票2号票谁啊 别再听警长的了 狼人拿着警长合适吗 我觉得这轮 2号 应该是被票出去的 过了 我觉得这把明文的真的是贼鱼 我就是女巫 上把死的是3号 我把你救起来了 谁要是我堵死的 谁要是我堵死的 一轮只能用一个药吗 一轮只能用一个药吗 那为什么用了两个药 啊 一轮只能用一个药 那那那那那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 反正这人我觉得是不可能 明这把肯定80%输了 如果投DC老师出去肯定输了 现在场上的狼已经坐实了 6号11号肯定是两匹狼 6号现在绝对是狼 5号肯定也是狼 我觉得 我上一轮 我上一轮投11号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场上三匹狼就是 5号6号跟11号 DC老师肯定是个 DC老师摆明的身份 铁都不行的 摆明是个长老 3号是个明 然后7号是个猎人 12号是个明 这是百分之百的身份的 这轮绝对不能出DC老师 我觉得这轮6号必须出 不然我们是必说 过 其实是这样 12号的身份 真正的身份是一个长老 因为我是一个长老 所以说我第一轮去抢预言家 而为什么第二轮的时候 我没有攻击11号 因为我是一个神 而11号的发言确实 如果说被狼攻击起来的话 特别容易就把11号给拍死 所以说我立马退水 保11号这个预言家 我认他是一个预言家 那么如果说 1号真的是一个旅屋走的话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叫1号好好发言 因为他为什么 五老支持11号 首先第一轮 他没有救11号 他从一个毕业玩家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心机的 他凭什么五老支持11号 所以说我让他好好聊 他聊到最后的话 他第一轮由一个神 演变成一个平民了 那他的身份就是 从神变成平民的状态 那不是他出水 那这般输了的话 那输了的话是就挂到这个女巫 如果说输了的话就挂到这个女巫 我现在是个长老还活着 是吧 那么如果说承认他们两个这个逻辑的话 那2号一定就是个狼 对不对 如果说如果承认他们两个逻辑的话 就一定是狼 那么再听一下2号怎么发言 对不对 那么7号 7号一个猎人 我一个长老 两个人明了 对不对 看一下2号怎么发言 然后你们自己判断 是头2号还是怎么样 如果说 如果说2号真的不是一匹狼的话 我觉得我们明现在已经很难玩了 对不对 过过过 首先还是很感谢在我犯了这么重大的错误的情况下 包括7号 包括4号 还愿意替我发言 我得承认我在上一轮判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因为从第二局起来的情况来看 1号真的是个女 11号真的是个冤家 6号真的是个警察 对吧 这是我现在玩到现在的一个逻辑 6号做他查查我 但是他真的是个好人 7号你不要怀疑他 那么我现在来分析一下情况是什么 首先我说我是一条狼怎么办 那我们是不是四狼全在 对不对 我拿警长票我有2票 我们是不是有5票在手 这个是长老 这个是女巫 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赢了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么为什么游戏没结束呢 因为我不是了 对不对 我四狼现在游戏已经结束了 我们四狼全带 我带警长票 两个神跳出来裸打 是不是已经赢了 对吧 我没分析错吧 这就是为什么游戏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真的不是了 我还有2票 别着急 可以翻 这盘可以翻 首先这个是号70个狼 然后再看狼在哪 9号这个发言非常的奇葩 我暂时不想去界定他的身份 我暂时不想去界定他的身份 但是至少这一轮他的发言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没办法去界定他身 我现在找出来三条了 12号 8号 跟5号 这三个人一定是狼 7号是猎人 应该不用动摇 对吧 不用动了 我其实确实不是长老 对吧 长老在我们的名同伴的堆里面 没关系 对吧 没关系 这一盘还有机会 这一盘还有机会 他们不好去找最后那个名 对吧 长老可以挨两刀 他们的刀不一定够 我们现在唯一的一个困难在哪 首先 小M应该是个好人 现在想一想的话 11号跟1号就是两神 那我们现在的班子其实是走了两神一名 对吧 我们还剩的是两神三名 对方四郎全在 我要找四郎 现在已经找出三条了 5号 8号 跟12号 那么 从前面的情况来看 3号 4号 9号里面 9号是表现最差的 就像7号说的 井上跳猎人 被猎人拍脸 跳女巫 女巫走了 她也还活着 还想跳女巫 说我救了一个 独了一个 规则都不允许 这是9号形象最差的 我对她的身份是最难进的 因为PTD打牌是没有逻辑的 就是你跟她没办法讲道理 你知道吗 她玩这个以后 她可能就是 我们现在四郎全在赢了 那我站队DC那边倒个乱 我不排除她的可能性 所以我没办法 从一个讲道理的角度 去推办她的身份 这是我最躲动的一点 那么 4号在我心目当中 现在身份偏好 3号表现的中为中矩 349应该是 藏的最后一盒吧 对吧 我这么分析条理是很清晰的 所以这一轮呢 我们先出12号 12号一直以来 我前面都说了 她感任一个精髓给尸体 应该身份不是很坏 我想听她跟11号的 第二轮发言 她第二轮发言 她认从了 说实话 在由我这种 他们狼队以外的人 支持她的情况下 她都认从 我觉得她也没必要着急出 所以我出的是一个 抓着我死咬不放的1号 那么董大师 翻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咱们玩的是狼人游戏 不是说我把身份一翻 你看你是不是傻逼 我确实是好人吗 这是一个发言游戏 你量身份有什么用 对吧 你通过你的讲话 去感染我 我也是个好人 你一个女巫 通过你的发言 让我一个好人 把你投死了 是谁的错 对吧 我们有多少好人 上了女巫一票 那为什么我们会被 会被你这个发言给误导呢 是不是你发言差呗 你女巫都能被好人 活生生给票死 是不是女巫玩的差 最愚蠢的不是我们这些 巨票女巫的人 而是通过自己表现 把好人 把神神混 做坏的一个玩家 因为这个游戏 等翻牌之后 说我是谁 已经没用了 是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这一轮 先全票出12号 8号排队 九神玩就多玩一会儿 因为九神有个好处 是什么呢 他很容易把队友卖出来 所以我希望通过他的发言 去判断 剩下的那个狼 到底在哪儿 而且九神的刀法 可能会比较歪 不一定能找准 我们剩下的那个好了 他有可能刀歪 所以我们把九神 放最后推 J1呢 是一个发言 还要调理的人 他说不定 在他调理严谨的发言之下 我反而可以找破的 对吧 就我们说 高手过招 都是有套路的 PTD这种我看不懂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的身份太神秘了 我读不出来 所以这让我们 先把12号出来 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对吧 所以就能 微票12号 第二天的投票 DC再次被狼 狼人们所欺骗 给出了错误的引导 导致大家 反而以六票 将好人COME 放逐出局 现在是八个人 现在是八个人 八个人 如果游戏还没结束的话 那至少是 那说明厂商一定没有四郎 如果厂商有四郎的话 那游戏一定结束了 我是一个 我的身份 之前从我的发言里面说过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可能是一张坏身份 因为 因为我并没有去踩11号 我退水掩护了11号 你们如果相信11号是一个好身份的话 那我肯定不是一个坏身份 我是一个好身份出局的 那么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场面还有四个狼的话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场面上可能 1号跟11号 1号跟11号里面两个必有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闭眼 狼人请闭眼 狼人请确认目标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 昨夜死的是她 请问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 女巫请闭眼 狼人请闭眼 狼人家请睁眼 狼人家请闭眼 你昨夜宴的人 是这个 狼人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 3号毕游侠被猎杀 没有遗言 请问是否翻牌 下面 我们进入全体发言 3号出局 3号出局 2号你到底是不是好人啊 哈哈哈哈 到现在怎么还在问这种话 我现在很迷茫啊 怎么办 我现在很迷茫啊 我觉得 6号你这样看着我 这个太迷茫了 我觉得我太难分析了 我觉得我先听一轮吧 这一轮对我这种出学者来说 真的没有什么经验 过吧 这轮 这轮出警长啊 过了 哎 这排说实话 一千名都挺余的 真挺余的 我觉得很累 我说的出2号 2号一定是屁狼 2号毕狼他不是狼 哈哈哈哈 后来 后来小说那么一句话 他又被我收住了 哈哈哈哈 其实说实话 我作为一个 虽然我不是一个高手 但我也算是一个 怎么说呢 以我多年的经验 我们这局已经是走远了 走远了 我不知道初二还有没有 其实前面那个12号 他自己放弃了 他为什么要去投3呢 他只要跟着投2 我们其他人都会支持的 反正我肯定是投2的 雪岩跟3号我不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就是 就运名 反正他刚才自己都放弃生存欲望了 我就懒得投2了 因为投了也没有 我不懂他为什么去投3 所以在这里我指责一下 刚才那个12号 真的是太语了 真的让我非常失望 非常失望 所以在这里我现在 我现在对这局游戏 选择放弃 狼紧张说推谁就推谁 就这样了 过 我跟他狼紧张投 现在觉得确实是挺乱的 还是建议先说5吗 先把5号打下去再说吧 过 投2号吧 只要你发挥稳定 你好好玩 对吧 2号投了 2号肯定是狼 对吧 别瞎玩了 你投2号吧 赶紧了 过了 很明 现在很明了了 场上现在还有3匹了 568 3匹了 绝对是做死了的 不要再 我猎人跟平民不要再二了 这轮如果 这轮如果出了2号 就已经结束了 这一轮必须出6号 我上轮说了就必须出6号 我都搞不懂 你们出个12号干嘛 这轮是必须出6号的 你自己好好跪下票吧 谢谢老师 过 首先这样 你听6号发言 有的时候有一种挖村式打法 我也挺替这个12号放弃 叫好的 他放弃的弊端在哪里 如果刚才他的狼同伴 想跟12号一起来冲我2号的票 最后一个狼是不是就暴露了 对不对 刚才我们想一想 12号吃了几票 他狼同伴搬得回来吗 因为我手上握了2票 然后6号就怎么发现 6号说我是个狼 他要跟着我狼紧狼走 对吧 你觉得11号给他的精神能不能认 我们这得反推回去 11号是不是真的预言家 我认为他是 不然预言家是谁啊 总不能10号是预言家吧 1号不能是预言家吧 你总得有个预言家吧 对吧 12号肯定不是预言家 所以11号给6号的精神 是可以认的 12号给3号上票是很聪明的 他暗示自己的队友别当了 缓一波 免得把第四条狼调出来 所以6号你应该还是相信他 对吧 6号你还是相信他 我们按照你干的速度 你不是说5683狼吗 我们先出8号呗 再说5号呗 都得出嘛 对不对 你先出狼1还是先出狼2 本质上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对吧 我们先把8号推了 你看为什么5号8号 这个人发言的这么简短 因为他生怕 我从他们的发言中听出 到底谁是第四条狼 太怕了 就说出2号 出警长 不出赢不了 我要是让你们早输了 你拿投赢啊 12号是不是我狼同伴 我把他出了 就给你们机会是吧 是不是这么玩的 上面他投了3号一票 我才反应过来 他这个投票不是他想投3号 他是暗示同伴赶紧放弃 对吧 所以这一轮先出8号 5683狼吧 先出8号 8号出了之后我们再看 本轮归票8号 发言结束 在最终的投票环节中 狼人们再也不能掩饰自己的兴奋 集体在最终投票后放声大笑 虽然这一局走到这样的局面 是好人阵营不想看到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恭喜 在这一局中狼人获得胜利 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云得了这样一场艰难的战斗 对对应该已经 早就结束了应该 最后一轮就陪你玩的 对啊 陪你玩 其实我都想告一下身份 其实刚刚把他杀了不就结束了 对 我们还有四条了 你把谁杀了结束了 列人 你把列人杀了凭什么结束 我是长老 你是长老 你拿头结束 他是长老 他是长老 你把列人杀了 一定要演一部 怎么都是长演的 还生死了 12号不是了 对啊 不是狼 我是大姨妈 我是大姨妈 全程在 我全程舔DC老师 无脑舔 舔到现在 我听你不止 你要跟他一起投票 他还要投你 要说话的 要投票的 我就忍不住 谁到最后还觉得我不是狼的 有没有 都觉得你不是狼 我是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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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居然不是狼 你感性 我就是觉得是好人 我就是一个一号的品牌 你不是狼 你瞎别跳 我他们怎么能做一张老 我都狼 你不搞输了 你跳什么 长老 跳长老也出我 我就害怕 你跳长老 我跳三个 我知道他没跳 我没有跳 他一跳我就破了 他一跳我就破了 他是被我在节奏了 没有我只是说 我刚才只是说 我说听下你说话 你不动 你不这么跳 我就出这边的人了 怎么会输到你啊 鱼 我全身都在房地 都是鱼 我拿什么东西鱼啊 一号二号都是鱼 这把是我们狼实力强大好吗 没放箭 一号二号都是鱼 我们第一轮就把节奏带到你们11山了 第二轮就带到鱼身上了 鱼 我凭这么退队 你一会儿凭什么这样支持你 我凭什么退队 你不瞎跳 我的节奏走 这盘可以赢了 我这把眼睛多少烦 我凭什么退队 这把眼睛想不掉 我凭什么退队 太弱了 你知道第一个老师说什么话吗 第二个老师说 11号可救可不救 妈的 你告诉我你是好人 11号可救可不救 你都退水了 哎 笑死我 为什么我上二号 对吧 他告诉我可救可不救 你告诉我应该可救还是不可救 我刚才只要知道 不发里面什么的人 对 哎 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可救不救 如果一号 如果一号这个问题 跟你讲如果不是一号这样睁眼看的 这样睁眼一样的话 我凭什么退水 他一号玩的好啊 凭什么这样 逻辑呢 你告诉我逻辑在哪里 逻辑在于我发言没错啊 那为什么其他人都觉得你发言不好呢 因为他们狼啊 你这干嘛 哈哈哈哈哈哈 他早来寄我 我是持枪上岗的 因为今天晚上不止五个人要当我吧 一丘之鹤一兵之猫 众小狼们 受死吧 都是零九 我是大尾巴 通过了这样一场 极为混乱的游戏之后 为了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全新酷炫体验 我们决定为大家 呈现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 在接下来的这局游戏中 我们将会隐藏掉狼人 和大部分好人的身份 大家只能够在夜里 看见女巫和预言家的睁眼活动 当然大家同样可以得知 预言家所验玩家的身份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新的游戏视觉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第二局吧 我们先有请各位来确认身份 一号 邵帮主 他看边边看不出来是什么牌 他要往中间看 二号 血缘 有问题 知道吗 肯定有问题 一号 值得一刀 我也觉得 三号 我觉得这个脸是臭刀的 三号 我觉得这个脸是臭刀的 四号 靠 然后是吗 这碗是死的 五号 帝西 盛光啊 这个一号值得一刀 都是用刀子的人 六号 二零一九 六号 二零一九 八号 剩啦 八号 鸟干啊 一号 三号 呢 九号 里里斯 十号 老鼠 红黑 11号 董仲 红云 12号 JY 好 十二位玩家都已确认身份 天黑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 昨夜死的是她 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语言家请睁眼 语言家请睁人 语言家 你昨夜睁的人是这个 语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 平安夜 我们先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请举手 五位玩家进行警长竞选 我们先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我是一张神牌 昨晚肯定是刀的我 所以平安夜了 所以各位也知道我的身份了 因为昨天晚上不止五个人要刀我吧 这五个人当中总归有两三匹狼嘛 所以 所以昨天晚上 肯定是我被刀了 所以今天平安夜了 我是一张神牌 只要有两个人敢跳语言家 我来做警长 有单跳语言家带茶沙的 我同意先上他的票 如果有分歧的 我这张昨天晚上被众人要刀的那张牌 今天平安夜活了下来 坐实了好身份 过 到我了是吧 久久不能出现的 名侦探出现了 我就是名侦探嫖 昨天茶沙有惊喜 8号 命特 茶沙 所有人都别改这个票 后面的 后面的 就不要再跳了 就是不要再捣乱了 8号茶沙 过 到我了是吧 首先我还是继承优良的传统 还是左手持枪 右手拿药 背上插了一根 插了一棵树的大好人 1号 强行给自己发了个精水 但是你说平安夜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 也不能去界定 我也不想去界定 对吧 他刚才其实已经有隐姓 跳长老的一个趋势了 女巫也别随便去动他 然后3号 就天黑之前 就说要刀8号 天亮一睁眼 竞选就茶沙8号 这个行为 针对性也太激烈了 我对此其实是存疑的 我认为 听后面的发言 如果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可以来带这个队 这个茶沙 讲良心话 比刚才数到的那个 跳渊家 强不到哪去 我觉得应该是 他是一秋之鹤 一冰之猫 对吧 我当时不是很 很想承认他 这更是好吃的 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这样吧 杀一个 茶沙 呃 姑且信你一回吧 那我就 先放弃了 过了 从现在开始 请你们冷静地听我说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预言家 昨天晚上茶沙的2号 2号是皮狼 皮弟弟 如果你是好人 就请你退水 如果你不退水 那你就是那皮狼 我一定要处你 请你退水 我感觉你是个好人 但是如果请你退水 请用你的退水 来证明你的好身份 至少我能不查你 但如果你不退水 你就 我就一定要 一定要弄你 昨天晚上茶沙2号 茶沙2号 我是预言家 我要井辉 下一轮 下一轮啊 皮弟弟如果退水了 那我就暂时不先查他 他如果不退水 我一定查他 如果我查到他 查到他是 那个 是那个谁 查到他如果是个狼的话 我就把井辉给1号 好吧 或者 这样说吧 我查到P 我1号我也不确定 查到PDD是个狼 我就把井辉撕了 OK 因为我不知道 场上还有哪几个好人 反正我第一个是 查到是狼嘛 如果PDD也退水了 那我就查DC 查到DC是个好人 那我就把 我死了 我就把井辉给他 因为我感觉 你们没解药了 我感觉啊 只是感觉 如果查到DC是皮狼 我就把井辉撕了 所以你们就懂了 两狼也出现了 好了就这样 我交代非常清楚 我们开始进行警长公投 老鼠在这一次的警长公投阶段 表现非常诚恳 终于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赢得了至关重要的4票 最终成功竞选为警长 从警长左手边开始发言 从警长左手边开始发言 11号半夜没有同伴 说一说不知道该投谁 随便挖挖坑 3号4号吧 看他们两个里面说 过 暂时相信10号的好身份 因为他毕竟他想的比较远 他想到了自己拿到奖赏之后的一些故事安排 能想到这一步的话 我觉得他身份算是做好了 所以相信他的查杀 跟着最后10号代票吧 然后我觉得要警长的这些人里边 可以10号着重查一下 查5号没什么错 因为5号也是在要那个什么了 他他也要警长了 反正下桌也查5号 真正查完之后可以查1号 过 10号4号 算算算我报 我报我报 2号玩家自报 不可以说话机会 天黑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 你昨夜睁眼的人 是这个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10号玩家被猎杀 警会撕了 警会撕了 请交接警徽 不交接 不交接 不交接是往下轮吧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要警徽了撕了 撕掉了 下一个发言 就没有警长了 从死者左手边开始发言 撕了 代表他不知道该给谁 代表他不是个预言家 或者他是个预言家 验5号验到了一个 坏人不知道该给谁 对没有了 我 我是一个神级神以上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明确指向 还是看看后面人怎么说吧 郭 这一轮直接出5号了 这上一轮10号 说的要验5号的 他上一轮肯定验了5号 他没验到5号 他验的5号肯定是只狼 所以他才不给他呀 他要验到了 那不就给他了吗 那他正因为没验到5号 那5号肯定是铁狼了 所以他说 而且他走之前特别强调 我撕了 他就在给现场人提示了 这轮肯定飘5号5号走了 对吧 10号坐稳的预言家了 第一轮听他发言不太信 但是他说完自己一些不出事 但预言家身份肯定坐实的 这轮他肯定验的是5号 我觉得都不需要听5号肯定说了 5号一说吧 可能就把所有人的想法掰回来了 因为我讲道理 我觉得可以直接验5号了 我过了 上轮的发言是这样的 说验5号验不到人的话 验到是坏身份的话 警徽给1号 1号我不确定 其实他在潜意识里 也是认为我是个好身份的 因为我这确实发言比较阳光 11号发言上来就质疑 他有可能不是预言家 他凭什么不是预言家呢 他第一轮跳叉叉叉叉爆了 第二轮他被干了 所以11号我认为 跟5号有点关系 11号完全没有提5号的事 我觉得不对 在场所有人只要迷失 5号说什么都不会信的 对吧 他讲道理讲的都是歪理肯定 所以我认为5号没有问题 那我呢从自识之中 我就说我是个好身份 这个 谁也聊不动我 那个 也推不动我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我是一张长老牌 对不对 推动我就 就计计 对不对 有谁是长老牌跟我打 你也打不动我 因为我从第一轮的发言 就是长老牌 我第一轮这么自信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能 那么多人要干我 我自己能扛一刀 所以我这么自信 所以我这张长老牌 应该是坐实的 5号你可以喷我 但是你喷的别人不会信的 我是这么觉得 那3号是 3号居然敢挑预言家 还有茶沙 我突然想起来 3号也是个危险人物 3号这轮你自己退水的话 可能还能存活两轮 如果你不退水的话 我估计下一个可能要走你了 那么一个平民或者一个神 不会乱起来乱跳茶沙的吧 我想 所以3号你自己好好聊聊 那这轮走5号 是没有异认的 我还是只能说 柯南在此 其实我确实是预言家 我只能说这次狼 确实非常厉害 其实我第一次跳巴茶沙 是乱跳的 其实巴是一个好人 我第一天连的是康姆 康姆是一个好人 巴的身份我不确定 但巴茶沙是乱爆的 我觉得这一把狼非常厉害 第一天晚上 我觉得狼应该是骗到了解药的 然后鼠大王把我的警徽抢了 其实鼠大王一定是一个狼 他是狼吃了我的警徽 然后茶沙的2号2号爆了 他的这个位置就坐死了 然后他再自刀 他再自刀的话 他这个位置就坐死了 我就是逼死了 我就成了铁狼了 我是一个很真实的预言家 反正我现在给了一个精水 康姆我给了一个精水 是我第一天晚上查的你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这一把如果你们把DC出了的话 我觉得很难打 我觉得11号是很有问题的 11号是很有问题的 你也是一个精水 我第二天晚上查的是你 我觉得这一轮最好出的话是出11号 反正你到时候 你归票为自己好好看吧 我发了精水的人 请跟着我走 过 那4号肯定是一个好身份 其实我本来还想小踩下1号 因为就上一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就12号发完眼以后 血液马上就爆了 就1号还没开始说话 我不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 就是但是1号说他是个长老牌 那我也踩不动 也踩不动 10号 10号认他是任冤家走的 这边3号也给我发了一个好身份 我确实是一个好身份 但是10号的遗言上面说是要出5号 不过说11号 11号的发言确实也有点差 11号第一轮发言的话就是 就听冤家的 第二轮就是也是说什么 10号不是冤家 那我觉得11号的发言也确实有点问题吧 然后还是听一下后面怎么说吧 过不过 我现在要做一个非常强硬的发言 才能够扭转大家对我现在的一个怀疑 首先我先说我自己的身份 我不是神 我现在把神扒光了 对吧 因为我也没办法去帮什么混在神队里面去挡刀 我必须要诚恳 我就是一个平民 然后我觉得我很容易翻盘 为什么呢 因为10号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他的警惠流根本不像10号说的是验了5号 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3号在井上选举的时候退水 他就先验5号 对吧 如果3号不退水 他就先验3号 再验5号 他还补充了一句为什么要这么验 因为他觉得女巫已经没有解药了 他很可能就直接走了 所以10号在这个地方老鼠离场 是因为他验了3号是个真狼 所以刺了警惠走的 12号为什么要往我这里栽 如果刚才有仔细听老鼠发言的人 是不可能得出说他验了5号 然后刺了警惠走的 因为熟大王亲口说的 3号只有在他退水的情况下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有没有人退水 对吧 3号如果敢退水 就说明他身份不做坏 那么10号可以自动当选 3号坚持要跟10号对调 说明3号的身份是很坏的 老鼠也说了在3号不退水的时候 是要去验3号的 那么现在在我心目当中 3号是条铁狼 12号是他的狼同伴 2号是爆了的狼 还一批狼 我现在有点怀疑的是扣母 因为他发了一个精水 但是他同样也发了一个精水 给到1号 1号现在认的是这个长老 我不聊他 对吧 我不聊他 在我心目当中 这个回合先出3号 下个回合直接出12号 这是我对现在这个局势的一个理解 因为12号干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 他强行编造了10号鼠道王 作为一个真预员家的警惠流爆发 我不知道他出于某种目的 这一局还能不出3号 先出5号 那3号是什么 是个好人 这就是12号 刚才这个发言告诉我的他的一个思维逻辑 我坚持这一轮先出3号 然后12号排队 过 我刚才很认真地在听了一圈发言 我在听到3号发言的时候非常震惊 他还跳出来预言家 这里有两个比较大的漏洞 第一个漏洞 如果说真的是匪 自爆加自刀 先是自刀骗解药 然后又自爆 如果是这种高超玩法的话 其实是很难在天黑请闭眼的这段时间里面 沟通出来的 自刀骗解药这种事情是 然后再什么自爆 然后再做实预言家身份 然后狼匪再这样玩 我觉得是很难在天黑请闭眼 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沟通出来的 这是我对3号 跳预言家的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就是 他说他验的是扣妹妹 并没有验小M 但是他一出来就是查查小M 这里是有点问题 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想听他 闭嘴 爆 3号玩家自爆 爆 我还能说话吗 不能了 一句 你可以带刀 你可以带刀 我带刀是吧 弄死灵酒 天黑 弄死灵酒 天黑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 昨夜死的是她 请问是否使用解药 请问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宇言家请睁眼 宇言家请验人 宇言家 那你昨夜宴的人是这个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双死 八号和十二号出局 没有一言 死多 从哪发言 九号没死 一号吧 五十一号 从十二号左手边一号开始发言 我先承认一个错误 就是我确实承认 DC老师说那话是对的 就是十二号说的话 是误导了我 我先承认这个 聆认主 很快 我可以做了 队神 受伤了 这个 闹个人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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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应该知道了 我是一个名 你可以推速我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优势很大 但是请慎重听 这种大师的发言 狼的话就是12号 2号和3号 不用想 想都不用想 狼就这三批 然后还有一批狼 我觉得COME刚刚那个发言 其实并不算好 为什么COME的发言 还算比较阳光 COME的发言并不算好 COME的发言并不算好 再我看来 COME的发言 理论上来讲 那么大 如果说董大师的问题 更大就先通知董大师 过 我先说一下 我是民 然后我的个人一件事 其实我从上轮就开始 想说了 但是没有机会说 因为狼爆了 这个3号 他的狼面就是很明显 因为他一开始 如果说真的是冤家的话 他不会在第二轮 承认他第一轮的那个沙发 就是那个查沙发号 是一个假的 所以说在座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狼 包括他的狼队友 也知道他爆了 然后当时是 大家的苗头都指向5号 然后呢 3号是想要帮5号摘了一下 他绝对有这个行为 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他具体说了什么话 我不太记得 所以说这一点很可疑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3号给4号发了一个金水 所以说我倾向于投 如果说这样选的话 我肯定是倾向于投 我第一想投的是5号 但是当5号说了这么多话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我 但是我内心是这么想的 然后如果说4号和11号的话 我还是倾向于投4号 不建议大家投11号 然后也是再听一下11号的发言 过 那也没人说他不是 没人说他不是神 他是神 他是那个死不了那个是吧 哎我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个事 如果这个事可以的话 就可以投11 如果这个事不可以的话 就只能投4 大点事行吗 哥 我想问一个事 这个事是 如果猎人死了能开枪 被投死了能开枪吗 可以 可以 被毒死不行 被投死可以开枪 被投死也可以开枪 被毒死也可以开枪吗 被毒死也可以开枪吗 毒死不行 就投死可以 那可以投死我 我说那猎人 大家还是别投了 那可以投死我 投死我把谁打死 我把5号打死吗 但是1号说 投死打死4号啊 我不知道11号可以投啊 因为11号神啊 那你们用来投个神 是不是很傻呢 完了把神投了 神开枪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 想投的人投的人 把我留下来呢 你们有 因为我这个神比较特别 因为没法认别的 因为是个神吗 他不能说谎 之前装傻装半天 这个家伙死的时候 他把警惠给吃了 妈的 他说他临死之前 他说验5号 要不然把警惠吃了 我觉得这个5号是可以投的 当然4号也可以投啊 我就 帮主说投4 投5 投4投5 算了我投5 你们投4好了 随便吧 你们我还是觉得 就他临死时候 把警惠吃了 他之前他说验5号 这事 他不能发给他们 就投此算了 这样 我是个神 你们投4 我投5 或者你们觉得5也行 你们觉得4也行 反正随便 我就说一下 你们也怎么投不投 反正我不能投 我谁这么能投 好就这样 过了 发言结束 开始进行全体公投 在这一轮的投票中 6号2009和11号董仲 上票给了5号DC 而4号COM和5号DC 也同样上票给了7号 形成了第一轮的平局 在随后的第二轮投票中 只有4号COM一人 上票给了7号 9号把Lilith和11号少帮主 则投给了5号DC 最终5号DC出局 首先我不明白 为什么7号会投了11号一票 就是11号是任猎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任猎人的人 是不能够随便出他的 当然他这个猎人的发言 我也只能说 我也是罪了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一下 场上的玩家 鼠大王10号 作为一个真预言家 他死之前留的锦盒流 说得清清楚楚 3号不退水 就验3号 3号退水 才验5号 然后你还拿说 验了5号司警辉 所以5号可以出 这种话来打我 我真的是没办法跟你去聊 对吧 9号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死才我 我是不明白的 然后6号有一个行为 很奇怪 因为就是你莫名其妙地把4号宅出去了 就像后面7号说的 但是后面我觉得老B可能懂了 我也有这个猜想 反正这一轮票的是我 我认为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 第一轮九神是女巫 她捞了4号 才有可能她不动声色地 把这个4号宅出去 不然解释不了 解释不了这个行为 就因为4号本来形象就不是很好 但是刚才7号投了11号一票 那意思是你不认他这个 你不认他这个猎人 我只能这么理解 对吧 9号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坚持投我 那你对这两个不服气的猎人 你是怎么看的呢 反正在你行不要回答我 反正在你心目中 我就反正是个坏人 我说什么你都没用 哪怕我讲的是道理 讲的是对的也不行 先把DC投死再说 我认为这样玩游戏的态度 是比较差的 对吧 7号赶上11号一票 要么就是他认为 你把我11号投死 他肯定没办法 要么你把我7号投死 我把11号干掉 我认为是存在这样一个逻辑 我对这个局势 所有能够尽到的帮助 就已经只能到这里了 我希望大家多加油 我的一宴结束 天黑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 昨夜死的是她 请问是否使用解药 请问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 7号毕游侠被猎杀 没有遗言 从9号开始发言 我还是觉得4号 是厂商的最后一头狼 我 他刚才有一个是 有一个跟票行为 就是说想要 想要 应该是一个 想要保护5号的一个行为 我记得有点不太清了 稍微真的有点乱 因为4号也是前面3号 给的一个金水 反正我们还有一个猎人 我相信这个猎人是真的 如果说这个猎人死了的话 他也能带走这批狼 我觉得是4号 不 那投我 投我 我开枪打4号 和投4号有啥区别 没啥区别 老B说我不是猎人 他是猎人 他死了能开枪吗 假冒伪劣产品 死了挺好 不能开枪 那我是猎人吗 我是猎人 5号的逻辑 5号的逻辑都是他自己的逻辑 他自己对自己说 催眠自己 很通 但是我不觉得很通 因为退不退水 这事我也不觉得 10号研台有什么问题 当然了这轮肯定投4 因为1号认的是那个 6号应该是女巫 这是肯定的平民 就没了 就只有 而且COM真的是跟票投了老B 我就不明白 我最后投5 加票投5的原因 是我觉得 老B肯定是平民 把老B扔出去干嘛 所以COM跟票 跟5号投老B 结果老B没投水 第二天被杀 那不投COM 投谁 那投我 投我才傻呢 他都不会开枪 你们都谁会开枪 他死了都没开枪 你不认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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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认猎人吗 投COM过 好 操作一把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这一轮呢 默认 如果酒神是女巫的话 你说你捞过COM 就按照我的 Plan B来执行 现在是Plan A Plan A就是 把大师投出去 把大师投出去 开枪崩死COM 这是我们默认6-9 是两个好人的方法 因为大师 也没有排出嫌疑 虽然说他认猎人了 对吧 但是猎人有可能 不是他 所以我的想法是 把大师投出去 然后大师崩死COM 因为如果 你想象一下 如果先有一匪在场的话 这一轮投出COM去 我是一个 假如说 那个9号是匪 假如说9号是匪 COM这轮投出去了 6号明显应该不是个匪 对吧 那6 1 把COM投出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如果9号是个匪的情况下 对吧 9号是个匪的情况下 把COM投出就结束了 因为是三神在场 假设你是女巫的话 就看你认不认 如果你们两个都是 名6和9当中 一名一匪的话 那么投出4号 11认的是神 我认的是神 一侃也结束了 所以我认为 把11这个 这个投出去 带走4 和投4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该输的还是要输 对吧 就是如果说11是神 带走的4 也是个名 然后剩下6跟9中一匪 怎么着都是输的 投4也是输 投11也是输 所以我建议全票投11 让11带走4 这样的话排除了11不是神的可能性 虽然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我认为是10% 20%的样子 但是我认为 干掉11 干掉11 让11带走4 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 11是真神的话 带走4就完了嘛 对吧 那另外就是 9神如果是 玩得好的匪的话 那我们就认了 他把自己队友聊爆了 队友保护他 这也是有一种可能的 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在20%左右 比较低 然后女巫 我觉得很有可能已经死了 但9神 如果你认女巫 说你抬手COME的话 那这轮 还是出11 11带9 因为9号的身份 谁也不知道 好吧 这是我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 你抬了COME 说你第一页救的他 那我同意继续出董大师 董大师你带9就行了 因为我一定是好身份 这么多轮都没有人动我 本也不会刀我 因为刀我得刀两刀 反映有两狼呢 有两狼就已经 基本上输了呀 有两狼的话 他怎么赢啊 两神 两神在场 有两狼 怎么着 能刀到最后一个名 他怎么知道 哪个是名 就说 假如说有两狼 11跟4 11开枪崩的不是4 那你知道 知道另一个狼是4了 对吧 假如有两狼 4 6 那你已经输了呀 因为4 6 你只要抬手4 说你是女巫 你的女巫是可以成立的 就已经输了 对吧 然后你要是6 9两狼的话 我们这轮出的只有11跟4 你肯定也输了 因为出不到6和9身上现在 所以就看9身 你是不是狼了 你要是女巫的话 这盘就比较好打 如果你不是女巫的话 你要是平民的话 如果6 9都是双民的话 也是我们优势一个 就11跟4张中有一狼嘛 对吧 就是这理想就应该赢了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哈 那就听九成发言 大师也能明白了哈 过 那现在到我这里说话 就是从上一轮啊 你们有没有忽视一点 就是6号 我认为它是一张真的女巫 如果它6号是一张真的女巫的话 6号刚才点的是 7号和11号PK 对不对 那么是谁改掉这个PK的 本来5号是一张 是永远都不可能 作为一张狼的牌 而是谁改的 9号 9号第一个站出来说 投5号 然后和4号 强行把11号和7号拉下去了 那为什么呢 5号这个是摆明的是 百分之百的好身份的牌 对不对 大家都认同 那他把5号 首先把5号拉下来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变成 会变成投的5号呢 我就说说 我怎么样都不可能认同投5号 我宁愿是投4号或者11号 因为11号是一张猎人 如果把他投出去 如果他是杀手的话 他就把我崩了 游戏就结束了 至少至少是到这一轮 也是我们明优势 对不对 但是如果投了5号出去的话 这局面变成什么样了 假设 1号是一张 那个带树子 叫什么忘的 然后11号是个猎人 6号是张女巫 那么现在场上只剩下 一张明和一张杀手 对不对 两张杀手是不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 爆了两杀 明死了一杀 杀手是肯定只有一个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场面很清楚 三神一鸣一杀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是谁 是谁阻碍了我们上轮后 上轮后可以直接胜利 是因为是9号带出来的节奏 没有人聊到你5号 谁聊到过5号 本场有人聊到过5号吗 没有 是不是 要怎么出的话 我觉得上轮怎么出都应该出到4号和11号 那现在的话 他把5号一聊出去 把7号一刀 剩下一张我 我位置是最不利的 为什么 3号上来就给我发了个精髓 我的姿势很低 但是我一直在说 我很诚恳的说 我是一张名 所以说 如果说6号是一张女巫的话 这会我们这会儿 会把9号全票投出去 游戏结束 肯定不能投猎人了 投猎人把我打死的话 不管怎么样都是输 对不对 投猎人是肯定不能投的 这个时候就幸福二决心 4号跟9号 但是我的身份 明显是好的 因为我从本场 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 你可以直接回想一下 我一直在找狼 但是我一点坏事都没做 9号上回来做了什么事 你们应该都清楚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6号 你是一张 那个女巫牌的话 把9号投出去 游戏结束 如果6号说 你是一张名的话 你并且你还不信我的话 那你可以试一下投猎人 反正我是觉得 9号全票出 游戏结束 过 好这边4号蒙彩一首 9号 我这边可能就是要分胜货 首先我们先想一下 可能会输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两了 因为只抱了两个狼嘛 2号3号只有两个狼爆掉嘛 对吧 两狼 一个大树 还有两个未知身份的神和女巫或者平民 也有可能两平民 也有可能一女巫一平民 还有一种可能会输的就是刚才4号说的那种情况 其实为什么我啊包括少帮主啊都没有怀疑过9号 其实从我的出发点角度上来讲 我就觉得9号怀疑DC 说的还是蛮真的感觉发满发自内心的 而且又没有又又没有丢他上PK台 11号猎人 确实从头到尾都没有 女巫毒药用过一次 只有可能女巫毒的那个不是狼人而是猎人 那这里他这个猎人牌没有人来拆穿 有可能董大师不是猎人 那这种可能性也比较低 其实这局我是非常希望 投死董大师崩死4号的 就算是4号刚才非常激动的说了这么多话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怎么看 尤其是刚刚 我再说 我感觉到这个9号的发言 就是他说DC的这个发言很真诚 我不管DC是 明出去的还是 肥出去的 我看到这个9号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9号点了一下头 我觉得他按照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像是那种 就他认真分析起来 他做杀手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会表演吧 我觉得他还是表现得非常真诚的 我其实也是比较相信9号的 但是确实没有什么根据 我相信这少帮主是跟我一样 所以呢这轮我们就按照少帮主的plan plan b吧 就要不我们把大师投掉 然后大师如果是猎人就把4号带走 当然大师最后也可以秀一波操作 大师你说 我就是要蹦9号 要蹦9号 我就是一锤定音 其实我在这里如果说少帮主也是希望大师崩4号 我在这里表个态的话呢 我也是希望大师崩4号的 感觉上是这样了 好吧 那不管不管大师你是不是 反正你先 背锅的是你 挨一刀 那如果说大师是匪的 那大师是匪的话 如果是梁匪 基本上我们还是输 不是大师是匪 他不是匪 不是不说了 就说我认为梁匪是输的 好 投票吧 过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大家最终将11号猎人董仲全票出局 不知董仲是否能开出这决定胜负的一枪呢 开不了枪怎么办 算了算了还是能开枪呢 看疯谁 还是能开枪呢 打谁呢 打一号吧 我觉得一号好像是个坏人吧 我就随便一说 我又没说真打 我说打一号吧 这是疑问局 要不打六号 算了 就还是打抗部 抗部这话没一句是真的 好吧 停了别搞 抗部崩了 就打抗部 不要搞了 搞什么搞啊 Nice 好了 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在这最后一局的比赛中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这四匹狼虽然没能获得胜利 但是五号DC 为我们做了一个极大的尝试 他在看到自己的同伴纷纷被怀疑的情况下 直接反咬同伴 几度翻盘 虽然最终好人阵营还是在英明的2009和董仲等神明的带领下 取得了游戏的胜利 但是狼人阵营的这一举动也值得玩家们学习 好了 随着选手们的退场 今天Lying Man也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Lying Man O 腿 ITY C9 小伙子 永热 做到 你 20 玉 public 那么没人管我一口 没错就是我的时候干您的那个死胖子 我组哪有表情啊 他乐过吗 我真的成为了 所以你演技出呢 小伙子 两次了 两次了 还有这个死胖子 你敢把我飘死吗 我哪不是什么 全票出一个不是茶相了 Will you be my baby, will you be my